像一家人那樣 過節大家都會一起吃一頓飯 聊聊聊在這裡的問題 大家生活上在這裡的困難 互相幫助 一個人回家對著四部劇 只是跟電視機聊天 來到這裡和街坊 起碼會有一個早晨說 很接近我們會知道 其實就好像一大群人 住在同一個單位 見你走過馬上走出來 有甚麼問題大家聊聊 晚上十一點 突然跳了點 怎麼搞 大家在這裡拍門 大家走出來看看 看看可否解決了 潮水後流水 怎麼搞 又是過去欠鉗 有沒有 有 有 大家又拿出來 解決了那一晚 大家可以睡得到 大家不會太去計較 能力範圍做到的 幫幫忙 其實南春20 在我的人生之中 其實是一個很好的回憶 在這個疫情期間 我的租金是便宜了很多 還有卡賽 起碼自己可以動一下 學一下一些興趣班 自己打法之餘 亦都可以透過那個興趣班 自己學到一些可以用到的東西 東海三院有樓梯機在這裡 給我們這樣 我們上了課 學了基本的安全 大家都方便 大家學了樓梯機的時候 自己搬也好 有時候鄰舍搬的 有空的就做一會兒 南昌220這裡 街坊要坐在 或者要開會的時候 始終那個地方不夠 最大的問題就是樓梯 坦白說絕對不夠 那邊亦都吸收了這件事 變成在那個設計的時候 它就已經改善了 始終大家都經歷過劏房 這個非人性化的住的地方 希望各路性房屋 能夠再吸收多些經驗 會有更加多的改善 住宿期是兩年 合約期 這個大家都明白是比較短 能夠有五六年是最好 在這個心理上 壓力會小很多